烏鎮的房間 晚上的烏鎮 炒龍包 不是糖包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莉拉 這大概是早上的9點10分 然後我們早上9點的時候 就出門了 今天我們要來烏鎮 江南的四大谷鎮之一 四大谷鎮之一 四大谷鎮有周莊 周莊就是我可能之前有拍的那個 周莊的影片 然後還有烏鎮 然後分紅里跟西塘 然後今天就來看看烏鎮到底 多好玩 因為聽說來上海的話一定要來烏鎮 玩一趟 看看江南烏鎮的風情是怎麼樣 那我們就等等烏鎮裡面見囉 其中一個也很著名的經典 叫做木星圖書館 入口走進來就是烏鎮很有名的 藍布方 還有紅色黃色跟綠色 另外一邊是藍色的 很適合來這裡拍照 古代的修書 到昭明書院了 這裡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筒 少時跟隨他的老師神約 回到家鄉烏鎮讀書的地方 這門入口有明朝 已留下來的六朝一聖石排方 現在來到水上集市 烏鎮島市 旁邊就是一些流水 跟一些浮鎮的老房 去吧 這裡是天下第一鍋 好可愛喔 這裡有名的就是醬油 可是太熱然後加上要發酵 所以他就幫他辦了一個動力 對面就是水上集市 來這裡要吃個高點 6秒 半天 裡面拿著冰箱裡面拿著 3ق4 4個 4個 9個 9個 3個 9個 9個 10個 定神糕 發糕的口感 然後他叫定神糕是因為想要紀念那個月家獎君打方獲勝 所以就做一個定神糕 就是有一個意涵就是叫 就是一定會獲勝的意思 口感粉粉的 沒有什麼味道 但中間的線是紅豆蟹還蠻好吃的 我剛剛去逛完三寸金鹽館 然後他出來的出口就有一個田 非常漂亮有很多紫色的花 然後這好像就是龍心田吧 哈囉大家我們現在在月老廟 然後我的另外兩個朋友要進去拜月老了 然後因為我不需要拜 所以我就在外面等他們 朋友們他們已經拜完月老 我們來問問看他們是怎麼求月老的 來來來你先說 我把我的祝福全部唸一次 然後我是誰 我考試的時候也會講 你沒有講嗎 我沒有跟月老說這些 所以你一開始就直接說你的願望 對啊 那你們願望是什麼 踢球找到好音樂 你還辦得久了 我就說 因為我在想我要講說 我說說 我可以共度難關的人這樣 啊 真的 對吧 你找一個喝的人又沒辦法做到 等一下我沒有得了 我會幫你剪掉 我會幫你剪掉 你咧 我就 我就說 就希望可以找他 還一點的對象 你沒有講條件嗎 我沒有說條件 沒有欸 沒有說條件 如果我心裡想說 必須 那也再好一點就好 是啊 對啊 然後我們就再看他準不準 好 好 帶回台灣還原 真的太好笑了 這是一個很棒的 很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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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的體驗 我沒有騎球欸 不要亂騎球 真的喔 那不亂騎球 我不知道欸 我想說 那個感覺就是千億元的 對 對 我也不知道啊 我想說不要亂拜 搭配嗎 對 就這樣 我們要去下一個景點了 後面呢就是白蓮塔 然後再過去那裡的話 就可以看到金行大運河了 後面就是流水還有小橋 然後這邊呢 就後面會有一些可以搭船的地方 跟一些古車 現在在女工街 然後這一條上面有很多吃的 還有一些小店面 滿多手工藝品的那種店 像有青花池啊 還有調香師 這類還蠻特別的小店面 現在來到烏鎮古龍局 然後這也是烏鎮一定要來的地方 可以在這裡寫明信片 然後寄信 丟到七大的溝通 也是一個蠻有歷史的地方 從清代就已經開始建了 所以現在一兩百年以上的歷史 國民政府時期的時候 他們也有錄影 我們郵政的那個標示 也要在裡面出現 如果來烏鎮西家 一定要來這個中華郵政逛一逛 現在還有在運作耶 在白蓮塔的三層樓 根本沒有打算要上來的 但是為了開這個運盒 所以就想上來了 我們在白蓮塔這裡要搭手搖船回去了 這也是我們這次來烏鎮 一定要做一件事之一 從這裡直接搭到門口 我次去吃 現在可以吃 一天 你會吃 我會吃 我會吃 你會吃 我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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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我會吃 我會吃 你會吃 我會吃 今天 我會吃 我會吃 我方都是欣車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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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